急诊室诱人打架 而且呢这一回被打的还是警察 哇这个人恐怕是最佳一等了 基隆这名秋信男子怎么回事呢 首先他跟朋友约到KTV唱歌 已经先违法 没有顾防疫规定 在包厢里头开始喝酒 喝完酒之后呢 又到夜市要吃宵夜 结果没想到吃到一半 又跟人家吵起来 变成了打架斗殴 秋信男子自己被打得浑身是伤 结果呢就送医急救了 到了急诊室之后呢 他因为喝酒醉嘛 然后情绪就很失控 一直在大闹 开始拳打脚踢 结果没想到打到远景 这个夸张的行径 让大家看不下去 那么这名秋信男子 恐怕酒醒之后会后悔了 男子醉醺醺满脸是血的 坐在救护车上面 态度相当不耐烦 没想到下一秒 男子忍不防的挥起右勾拳 往一旁远景的头部揍了下去 警方立即将他上铐 到了医院后 男子情绪更加不稳 在病床上不停扭动身体 甚至使出无垠脚 朝远景头部猛踹 遭到重疾的远景 抱着头痛苦的缩在一旁 男子还一脸无所谓的 试图挣脱手铐 男警的话就是 不管男警女子 就是戴眼镜的时候 可能就是他的攻击脸的时候 导致就是眼镜破掉 然后就是变成 领部也会受伤 这一事件发生在 基隆25号凌晨2点 打人的秋信男子 和朋友相约唱歌 酒过三巡后 到基隆庙室夜市迟宵夜 涂舟与人发生斗殴 远景赶到现场浑身酒气的男子 持续大闹 甚至出手殴打警察 男子嚣张打人 让警察无辜受罪 男子的攻击行为导致 远景轻微脑震荡 还好送医后目前已无大碍 精神暴力事件层出不穷 警方表示将以妨碍公务 伤害违反妨碍规定 将男子移送法办 借助电用戏耍基隆报道 再怎么赶时间也不能脱掉啊 而且呢 停着这个位置啊 影响到了大家的消防安全 高雄呢 有一名货车司机 他说呢 赶着帮客户装冷气 所以他就违规停在红线上 然后还挡住了消防栓 那么交通大队到场 当然就是直接脱掉 结果呢 驾驶马上冲出来 从后面追车 还把这个封条给撕掉 这一撕不得了了 你不只要付违停的罚单费用 还会被依照妨碍公务罪嫌 移送法办 货车违规停在红线上 交通大队依法脱掉 货车才刚上车架 准备离开 这时身穿蓝色上衣驾驶 看到身材工具被拖走 从后方跑来 大声理论 起口角 气得撕掉 脱掉封条 开车门 打算坐回副驾驶座 晚上七点多 驾驶开货车到凤山 这间当铺装冷气 车子红线临停 还挡住消防栓 脱掉人员执行脱掉程序 驾驶不服气 情急之下 死掉封条 远警也将他以防害公务 带回警局站办 失智 毁损 封条 并进度车内 全案依防害公务移送 停一下赶快推进来 一出去马上被吊 从来有没见过 怎么这么不讲你 你因为一般老百姓 心里头一情急 东西他们都在里面 那这样子大了声音大了 店家帮驾驶喊冤 但违规是事实 驾驶不仅要付900元罚单 还得为自己一时火爆情绪 负上行责 记得宋麦全林艺蓉 高雄报道 再来看到新竹湖口 这意外的火烧山 到底怎么回事呢 这是在营区 这个靶场营区附近 28号下午呢 传出啊 这个火警意外 怀疑有可能跟军方的 射击演讯有关系 因为这个炮弹的火花 可能引燃了附近的杂草 结果呢 造成了大面积的湿火 那么由于呢 东北季风的关系 现场的风势也 比较猛烈 所以呢 造成这一场大火 烧得非常的旺 消防队员花了将近 六个小时 才控制火势 小小火光在夜空中亮起 消防车一路摇摇晃晃 往山区前进准备救灾 路边野草持续向外 烟烧火苗不停窜出 果市持续扩大 数十里外就能看见 浓浓黑烟直窜天气 消防人员赶紧在现场 布水线灌旧 但果市不解 反而烧得越来越猛烈 画面令人胆生心惊 这顶火警发生在 新竹县湖口营区靶场 28号下午4点左右 疑似军方射击训练不慎 泡带火花 引燃附近杂草造成火灾 由于现场风势较强 大火一发不可收拾 一烧就烧了将近六个小时 直到晚间十点 才成功将火势扑灭 因为现场的道路 狭小的崎区 车辆不容易靠近 我们人力以背负四水带 以及打火把去开辟防火 向火势去做扑灭 所幸这次火灾 并没有传出伤亡 但大火后的灰烬满天飞舞 附近居民全都被弄得灰头土脸 不知街上家里的家具 也全蒙上一层黑灰 扫都扫不干净 还有民众出来痛批虎口 迎去靶场年年发生山里火警 真的不堪其扰 扫好几次了 每年都会 太困扰了 平均一年烧三次 一年三小烧 三年一大烧 大火时不时出现 民众生活在恐惧及恐怖之中 军方迟迟无法改善 让民众苦不堪言 记得和孟谦卸蟹新途报道 还有一个恐怖的画面 这是在高雄的南死区 有一辆拖板车 轻乘载着 十顿重的重型机具履带 然后在转弯的时候 糟糕没绑紧 结果这个履带就甩飞出去了 这么一甩 砸到了路中央的轿车跟机车 当场压成饼干 这个车主 幸好他不在车上 他在路边的面店买早餐 幸运地躲过一劫 他直呼说还好人没事就好 那这个面店的老板也被吓到 说要去受怕了 行程六点多 一辆拖板车 载着大型挖赌机 十顿重履带 行进高雄南子区大马路 过弯瞬间 履带突然甩飞出去 换个角度再看一次 履带甩飞 正好压在停在面店外的 白色轿车和机车上 车主听到声响 立刻跑出来看超傻眼 发现轿车被压成饼干 全毁到快认不出来 婚姻公司照来吊车 把履带重新搬上拖板车 我再买早餐 没事了 没事就好了 我还好 再油漆肉 这一道软软软 我只要走 跟我们一起走 车主下车买面当早餐 幸运躲过一劫 意外发生在 二十九号早上六点多 拖板车载运十顿重履带 疑似过弯离心力 再加上没绑紧掉落 他年车载运 你没有报告吗 我们有监视器 疑似因捆绑不老 掉落 是毁损 停放在路旁的 自小客跟机车 拖板车驾驶三四年资历 没有酒驾 好险十段重履带 掉落瞬间 没有砸到人 有惊无险 但轿车 机车全砸坏 驾驶数十万赔偿 恐怕跑不掉 记得邓名王书宏 高雄导 好再过三个月 马上就要过年 就要春节了 预计呢 会有数万人返台 但是呢 很多人会担心啊 这个防疫旅馆 会不会量能不足呢 甚至有民众说 已经订不到房间了 对此呢 观光局长张锡聪 稍早表示呢 防疫旅馆的补助 会延长到 明年的六月底 那每一房呢 会维持补助一千元 这是我们收到的 最近消息 再来呢 台湾大小事 借钱借不到 结果呢 就开始逞胸斗狠 那干嘛 好 苗栗有一名 日式料理店的厨师 好像不满老板呢 不让他预知 薪水一万块钱 然后呢 他就愤而说 那我就要离职了 而且还趁着大半夜呢 找来三名朋友 回去砸店 拿着这个餐桌椅 猛砸玻璃啊 还把招牌都给砸坏了 只是这个画面 全被监视器拍了下来 凌晨两点 四名男子 来到一间日式料理店门口 一来就耍狠 开始砸店 其中一人 直接把店外的餐椅 拿起来当武器 猛砸玻璃 还有人拿疑似棍棒的物品 敲打招牌 一阵乱K之后 他们把店门口的盆栽 拿起来乱摔 经远警赶赴现场 相关涉案人均以逃逸 经钓越监视器 掌握涉案的车辆 及饭钱身份 深夜杂电有什么愁 警方调查 主嫌居然是这间 日式料理店的前员工 担任厨师 疑似为了要向老板 预支一万元薪水 被拒绝 愤而离职 还伙同三名友人 趁着夜里来砸店搞破坏 日式料理店店家事发后 在官网写下 我们十分愤怒 也认为良善不应遭受如此践踏 店家没想到 只是拒绝预支薪水 反过头来被砸店泄愤 而嫌犯没跟老板借到钱 自断生计就算了 逞兄斗狠砸店 恐怕新工作也不用找了 先被移送法办 记者彭志敏 韩志新王石涵 苗栗采访报道 水牛一家过马路 把路人都给吓坏了 大马路上一对公牛和母牛 带着一只小牛 一家三口慢悠悠走在路上逛大街 警方获报 待警长交通安全 马上开始出道 两名警员一前一后 引导牛只还一边指挥交通 只见水牛一家 在马路上肘蜂不前 甚至一度停下来吃草 原警只好一名警笛 一方是推出他们加快步伐 也让原警好气又好笑 就这样一路从 系指新长安桥 走到乡长路一段 再到星光桥河堤步道 约一公里的路程 花了一个小时 完成护牛任务 据要解这些水牛 平常都是以放养的方式 养在基隆河畔 实际来到这里 只有一只水牛乖乖在吃草 目前新北东宝处已经获报 将前往关心 并判断是否要开罚 连警赶牛的画面曝光 也让网友笑说 是警察的新职务吗 还有边顾牛边指挥交通 也有人说在都市看到牛 蛮开心的 这次幸好警方沿路护送 但自主又是再不妥善管理 如果不幸引发意外 可能难途责任 记者张佣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